因為冬季奧運掀起了中韓網路大戰 兩國從韓服起源到比賽爭議整個炒翻天 舉牌應援韓國選手 或是PO出韓服照片的韓國藝人 都被中國網友冠上入華 這次的韓服爭議是由於在北京東奧會開幕式上 中國秀出了少數民族的傳統服飾 其中就包括了身穿超限族服裝的女性 引起韓國大眾不滿 認為中國人槍揍了韓服的文化 但中國人認為 超限族確實是他們的民族之一 真稱韓服是中國傳統服飾 於是雙方爭執不下也變成網路大戰 而在上9月22日和崔泰俊 甜蜜舉行婚禮的蒲信慧 當時就分享了許多婚紗照片 而12日他又在自己的Instagram上 更新了一張他穿著韓服的新照片 並標記韓服以及韓國傳統服飾 被認為是對於韓服爭議表達立場 立馬遭到中國網友出征 因為西版你讓我失望了傷了中國粉絲的心 以後你會付出應有的代價等等崩潰言論 不過蒲信慧的粉絲數量龐大 也有韓國和歐美的粉絲紛紛留言支持他 大戰他把韓服穿得十分美 只不過這波中韓比戰恐怕還會延燒好一陣子啊